寒冰哥我要来问问 这种相对剥夺感 我们刚聊天室里面就出现了很多不同的族群 大家有之一同的心声 刚刚为什么在讲绿营的这些说法 然后在对比像刚刚杨明哥的打脸 就是因为现在的555的政策 有没有可能很多人直接觉得 你跟民进党拉出的差距 毕竟赖清德本次选举的名言之一 就是房价你有没有看到他正在降 除此之外 侯伴责任台会特别回说 难怪没有办法理解青年买房的辛苦 责任的赖清德 刚刚我们的网友超级有创意的 我们的乌龙绿在里面讲哭得足 因为他昨天一天两哭嘛 两次试累 好 讲到哪些部分在哭呢 回到家乡很感动 看到台下的老师 亲戚 长辈 邻居 同学都到场了 离开万里很多年 但现在回来反而不知道要说什么 就哽咽了 因为他说我到现在 也要受到很多人的帮助哽咽 台下民众大喊加油 受到台南乡亲的Tiashio 当上了台南市长 是我政治上的生命 可是金山万里是我出身的地方 很感念又哽咽了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 他也讲到还有 原来还有第三次哽咽啊 我关心弱势族群 看到很多人没有钱缴健保费 第三度的哽咽 所以他提出了健保专案等等等等的 老家的问题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们又没有特殊待遇 但也不要特别对待我们公平就好 万里矿区的房子 没有一间有特权的 他也讲没有盖在国有地上面 更不是豪宅 影射了很多人 这三次的哽咽啊或事类啊 他之前不是也说你没有跟房东讲吗 那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跟健保署长讲 可是他现在才用这样的方式 我想昨天那个情绪来的正是时候 一边是555 一边是曾经说房价正在降了他 所以他才有了这一番的表演艺术吗 韩兵哥有用吗 我先刚有一位 那个朋友留言说 他不知道都存不到钱 不知道该怎么结婚对不对 结就对了啦 我跟你讲你如果这样想 你永远也结不了婚 你要结了之后逼着你自己去赚钱 逼着你去工作 人只有这样子 我们父母那一辈那个时候 常常苦哈哈嵌了一屁股 再来不是先结先生再说 勒紧裤带 对然后接下来再来想办法 人不就是这样子吗 你要这样才能鞭策自己往前进啊 你只是用想的永远不会做了 赶快去结吧 那国家需要你 因为我们现在少子话 加油 那我必须说 赖清德喔 其实你提不出解决办法 我不怪你 因为说真的啦 台湾的 房价问题不是一个简简单单 什么一两个政策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那是要 整个配合性的政策 花长时间慢慢慢慢去推动 因为任何政策 如果你一下子推出雷厉风行的话 一定会对经济造成非常严重的损伤 你要慢慢渐进性慢慢去那种 花个十年二十年慢慢 把这个效果做出来 所以急于求成是根本不可能会办到的事情 可是 我可以理解你提不出好的政策来 但是你也不要提一些废话 也不要在那边鬼扯一大堆东西 我刚听到他杨敏讲那个 他当年买房子我就觉得很鬼扯啊 你的同学 那是因为你是医生好吗 大家看好你的还款能力 不然谁敢借你钱啊 医学员的学生 美国的贷款都是随便给你的 是啊 因为你的特殊行业的关系 你一般人 你去 你如果一个跟你去毕业之后 你说你要买房子去跟同伴同学借钱 那结果就是这个同学永远再也不跟你 就是你最后没有朋友 是啊 就是这样子啊 友谊的船会翻的乱七八糟的 对啊我觉得 怎么会教人家这么奇怪的事情 我真的觉得 这个人还说他有同理心 那他刚刚讲的更好笑 哇在万里流泪的时候 他离开很久都没有回来 感谢大家的借了他 你唬烂啊 你的老家门口还有个港哨 你是忘记了 你常常回去耶 你也说啥啦 你帮我们当白痴哦 所以我真的觉得 睁眼说瞎话说的这种程度 你也太离谱了一点吧 你忘记你家门口就是个港哨吗 天天在那边帮你守的 你旁边的邻居都说你常常回来 所以你到底在讲什么啦 不要装成这样好不好 装成这样就不像了嘛 我知道你是来拉票 拉票就好好拉 拉票其实你可以讲说 这里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那个是我同学 那个是我阿伯 你就这样讲就好了啊 就大家就自然而然亲切了 何必去扯这种谎干什么 我都不知道 扯谎有什么好处 我不懂 然后在那边讲的很可怜 说你没有享受任何特权 没有享受任何特权 你36年不缴 不缴地假税就是想特权了 不然呢 为什么我36年要缴地假税 你不用 你就想特权啊 你怀疑哦 你到现在房 房屋税还没缴了 那请问一下是不是特权 而且房屋税因为你死皮赖脸 你是个赖米鬼 偷偷偷偷偷偷 我们现在就算追脚 顶多只能脚5年而已 你这样不叫想特权吗 那难道是我想特权 所以这你在讲什么 你讲的话要让人家听得下去啦 好不好 所以赖新德我真的觉得 他这次出来让我 我以前真的不觉得 我也是 我一直以为他就冷静沉着 然后可能里面买好东西的 我现在真的觉得他是个超级大草包 每天不知道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 那理论上来讲 像他这样子乱讲话 应该会一路掉票 可是为什么现在还这么稳固 为什么 第一个就是 因为只有中天跟 大概顶多TVBS报一报 其他台三明治是不会报这些东西的 他只要失言他们就 他们这些台就自动帮他消失了 哭会放 哭一定要放 哭是那是敢 那个不是失言 那个是加分题啊 那个是表示他是非常感性的 是 性情中人 有什么好哭的啦 我说真的 他每一次 讲到他那个老房子 就要掉一滴眼泪 请问一下赖新德 有种一下就给我回去 站在万里你家门口 你告诉我 他哪一点长得像公僚 谁家公僚长那个样子 你告诉我啊 去全世界找 你那就不是公僚嘛 每天还在那边 开口公僚闭口公僚 你在唬谁啊 你明明就偷偷改建了嘛 我们先进广告等一下继续骂 还明哥我请教一下 所以在这一题啊 当然对铁粉很吃啦 对中间还在犹豫的那块 或年轻票悲情牌有没有用 我觉得没有什么用 因为这跟过去赖新德人设不像 你知道吗 赖新德过去给人家感觉是 赖神 然后很有guts 然后敢于对抗强权 结果你现在每天哭哭啼啼 而且他最近哭的频率越来越高 你在干嘛 你不是领先吗 领先干嘛哭 对不对 你应该快乐 学当初陈水扁这样 快乐希望陈水扁 对不对 不是这样吗 你干嘛哭 我就不懂 而且说真的 明明你吃尽 吃尽好处 占尽便宜 卡政府的油 凯了这么厉害 然后你还觉得自己很委屈 我真的不知道你委屈在哪里 我觉得现在观众朋友们 你们哪一个人能够拖这么多年不缴税 你告诉我 哪一位如果有的话帮我加一 我觉得不可能嘛 你已经是特权阶级了 你不知道吗 然后现在我觉得最恶劣的是什么 他还拉着他的乡亲 他把这些 他把他家附近的人当肉票 你知道 就拉他们 就说反正你要动 我就要动他们啊 所以他意思就是说 新北市政府你动我就动他们 所以呢看你干嘛敢动 就是这个意思啊 因为他一直在讲说 你要给我们乡亲户了一条生路 他拉你的做法 对啊 基本上就是把他的乡亲当肉票 他现在根本是哈马斯 你知道 真的赖兴德现在就是个哈马斯啊 你从库德族变 是啊 他从库德族变哈马斯也蛮近的 跑一下就到了 从叙利亚跑到 跑到以色列来就到了 是不是很快 所以我觉得 赖兴德就是这种咖 你自己该解决的事情不解决 然后去 然后去把自己的乡亲 解放邻居全部拉进来 然后最低级的就是 他一直在讲说 那个国民党应该去修法 新北市政府应该好好去拟一条法律 我真的不懂你当过立法委员 你当过台南市长 你当过行政院长 你当现在副总统 奇怪你民党又是国外国宿长 你为什么不修法 对啊 我就不懂你为什么不修 而且那边的事情说真的 我以前不知道这种东西 我孤陋寡人 我不曉得有这种框框空的 变成房子 我真的不知道 帮我上了一课 可是你总知道吧 你自己从小长在那个地方你总知道 你当立法委员的时候怎么没想过要修法 你当台南市长的时候 你要处理这些案子的时候 你怎么没想说 我建议一下民进党 赶快处理这些东西 你怎么没想 那你当行政院长你更应该做了 你可以自己提出法案来看 立法院赶快过啊 你也没有 现在你是副总统 你还是不做 就要在野党去做 这人有没有良心啊 对你来讲你的乡间部了 街坊邻居只是要 选举的时候才拉出来用 所以不要跟我哭了 那种老虎的眼泪 没人看得下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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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